哈喽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小好 今天是礼拜三也是台北股市的风光日 那今天大盘虽然是收在这个平盘附近 小涨不到一点 但是我们的股票真的是豪表 来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说豪表呢 你看其实今天的台表科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不断不断的跟大家强调的PCB之王 就是台表科展现攻击的企图心 我们说今天要认真攻击 展现他要往上的企图心 因为今天是风光日 在风光日的这一天 投资人都异性难散 但是如果要涨 你要让大家知道说 这只股票是年后的主流类股 你要认真攻击 你看所有的各大讨论区外面的社团 其实全部都看出来他 为什么因为上礼拜是有一根长长的上影线 我们还特别的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记住那一天 所有的讨论区 很多人说他把它卖掉了 或者说他放空他了 你要把它截图好好的记下来 你看这两天尤其是今天 昨天开始就安安静静的 没有什么讨论的 今天又更安静的 因为他们全部都已经卖光了 只能干瞪眼 我们昨天在Rio给特别VIP的讯息里面 我们在旁后 我来私底下传讯息给我们的VIP 我们跟他说明天封关日台表科 他有心巧要成为年后最强标股 明天就是今天 是他表演的最佳时机 因为散户不可能买 因为前面都一卖掉 今天再涨他绝对不会买 筹码非常的干净 大涨收高就能转现他的企图性 而且吸引全市场焦点 你看昨天我们盘中的研判 散户卖光 大户刻意杀到42到42.3 筹码被法人接走了 所以尾盘才拉高 确实 昨天我们去观察盘后的数据 正16的研判是完全的正确 因为盘中杀到42块 来到前波突破的高点42.3的这个位置 有没有尾盘收高 如果是散户买的尾盘一定是收低 但是他尾盘收高 你看最后一盘是从42.85 往上收高到43.05 涨0.2 那从最低42到42.35涨1.05 证实三大法人昨天外资投信 自己上同步买超 而且买超1138帐 散户昨天卖光 为什么说散户昨天卖光 因为你看 从这个礼拜四 上礼拜四的长上一线 出大量 所有的专家 所有的讨论区都告诉你说 这只股票完蛋了 要崩盘了 全面的看空 这个是长上一线 但是还记不记得 我们当天是怎么跟各位投资朋友做报告的 我们说当天我们虽然没有进场做动作 我们的持股一张都不卖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拉回整理 是一个洗盘的手法 因为当天会涨到49块 谁拉的谁买的绝对也不是散户买的 但是拉到49块碰到掌停板 一摸到立刻下来 手上有的投资朋友一定会很急着想要卖掉 因为掌停板没锁 所以尾盘收低 甚至于是小幅度的翻黑 那当然后面接着礼拜五 礼拜一礼拜二 尤其是礼拜二 就昨天他来到这个前波低点42.3 这个位置还小幅跌破 最低的要42块 大家一定又更强力的看帅他 那成交量昨天也来到超过1万张以上 但是我昨天怎么跟大家说 台表科的月线图长这样子 前面的这个地方是他平台整理区 可是你看他成交量没有很大 可是你看到现在这个地方月线成交量 有没有每一个月的成交都报大量 你看之前的高点前面的这个高点90几块的高点 你看他成交量多少 成交量没有多少 但是这个地方 请各位好好的想一想 他是底部还是在山上呢 那底部起涨量先驾行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眼光有多远 你的财富就会有多大吗 42.3是中间这条线的位置 所以他突破 当然要继续放量攻击 尤其是在今天 今天封关最后一天 前面没买的前面卖掉的 今天有可能会买进吗 前面都不想报告过年了 那当然今天不会买 那请问一下今天我们早上在这边 告诉大家说今天他展现攻击系 是在早上的地方 结果他一路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今天盘中一度大涨 8%以上 而且收盘他收46块 最后一盘最后一盘 还成交1158张 他是往上跳的 重点最后一盘是往上跳的 那请问一般投资人 会买在今天最后一盘吗 会买在46块吗 当然不会嘛 好你看我们要感谢1月24号 有没有放空的看摔的 有没有这一天通通把它卖光光 所以我们这支股票 其实我们早在12月底1月初 持续不断不断不断的布局 在37.537块附近持续不断的布局买进 直到他突破 这一天大涨我们没买 但是我们也没有卖出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剧烈的震荡起盘 所以当他拉回来整理了之后 43块42块 我们持续进场做一个加码 再度买进 今天再创波段的新高 收盘创下波段的新高 因为49块是摸到 以收盘价来看今天是创下整个波段的新高 很多我们股民当家群组的大户 买50张买100张买200张买300张 光是今天的市值就增加多少了 各位可以去好好想一想 尤其是你看成交量 今天的成交量非常明显的放大 昨天已经是量说大概1万多 比礼拜一来的更大 昨天有微幅放大 今天又比礼拜一 礼拜二的成交量更放的更大 所以今天成交量绝对绝对不是散户买的 你要想这样子的股票 年后会不会成为全市场的焦点 会不会持续往上做攻击 这是毋庸置疑的 好那你看封关最后的三天 企图星跟决星 这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们认为他会有决星或有企图星 你看这个是我们礼拜一的讯息 早上的9点38分 我们告诉大家说 台表客如预期发动涨势 近期大户筹码是增加散户减少 那报老就对了嘛 那你看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说台表客卖单请朝而出 是散户卖单请朝而出 礼拜二的时候杀到最低42块 回撤42.3附近 那你看这绝对不是散户买进 除了我们股民当家有勇气在此买进 你看回撤43元前波的平台就是强力的支撑 别担心整理结束就上了 结果你看今天马上就上去了嘛 今天大涨8.5%嘛 会不会涨停不重要 重点是已经展现了强力的攻击的气图星嘛 所以年后我们准备大收获嘛 所以我们继续烂吊吊 祝大家金珠年财源滚滚来嘛 没错 那你看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是大户在买 因为上礼拜的那个长上引线 其实当下我们就研判 那是散户卖大户做一个承接 确实你看上礼拜1月18号到1月25号 也就是上礼拜他的大户筹码 最近两周的大户筹码 他的变化是大户从51.77千张大户 增加到55.59 散户百张以下的叫散户24.46% 来到20.71 就是他散户的股权在增少3% 大户大概增加3%多 等于说散户卖了1万多张 被大户买走1万多张 所以你看到今天股价是往上收盘 收46块 再度创下收盘的新高 一点也不会意外 因为股权的结构就告诉我们 筹码集中化被大户收走了 那你看我们何时买进 12月22号冬至那一天 你看12月22号是礼拜六 印象我超级无敌深刻 有没有那一天是礼拜六 而且是冬至 你看台表科拉回月线支撑 建议37-37.5买进一成之金 PCB组装厂 前三季EPS就大赚1.22元 12月27号又请大家再买进 因为公司它的增加生产线 有没有1到11月累计营收 创历史第三高 你看当时还没有公布12月份的业绩 你看12月28号新朋友再买进 新朋友再买进 好你看1月7号我们来告诉大家说 这个盘走得相当漂亮 有没有如同先前六所预期的 连大盘我都精准的告诉你 他破底穿同 跌破前破低点9400点 最低来到9319点 破底之后会往上拉 启动一个千点的行情 这个千点行情已经涨了700多点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特别注意 台表科6278台表科一旦站上40元 一旦站上40元将启动波段大行情 是不是站上40元之后 就开始一路往上做攻击 最高就涨到49块 你看12月22号 还在股民当家群主面公开告诉大家 Lio认真寻找台湾好股票 这一档就是Lio给家族成员 庆贺冬至快乐的最佳礼物 会是农历年前的大红包 是不是从当时一路涨到农历年前 最后面还祝大家冬至快乐 所以这个是大家在股民当家群主里面 都可以很清楚看到 这个是我们附上的图 12月22号 这是档图 月线底部出大量 这个就是台表科 再来是我们看到1月18号 1月18号礼拜五 我们还特别告诉大家 发讯息说 这个地方虽然只有小涨3% 但我有感觉它的盘面上的量价关系 跟过去半个月截然不同 我有预感快有表现了 持股续报加油 有没有这个地方 这是1月18号 我当时就告诉大家说 这个地方它快要有表现 结果从这一开始 12345 连续五天最高涨到49块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感谢1月24号 有没有卖光放空 看衰台表科的人 有没有 我们年后会继续的赚 有没有 这只股票我们就报警 好 那你看 这是台表科过去5年来的营收表现 你看这个淡蓝色这条线 它是从2月3月4月5月6月7月8月到12月份 创下历史第三高 所以公司是有赚钱的 而且它的营收是创下过去历史 公司成立以来历史第三高 本业结构改变 你看它的毛利率 从之前都是7%8%7%8%有没有 从去年的第一季到第二季突然大幅度的跳升3% 第二季到第三季又跳升20% 所以这个幅度是本业结构产品组合的大幅度 关键的改变 所以包含像它的股东结构很清楚的告诉你说 连挪威的央行全球排名前几大的主权基金 有没有挪威的中央银行都买进台表克 包含像Vengar这个新市场股票基金 包含像iShare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新市场 ETF也买进5000多张 LSV新市场的这个股票也买了4900多张 包含这个专业投资人非常非常有名的徐航健 这个专业投资人 金周刊有访问过他 他也大买嘛 所以这个地方股权结构也对了嘛 那证明他不是一家烂公司嘛 所以很多人说他是表格 其实他一点都不表 他是一家实实在在有本质的好公司 那台北股市我们告诉大家说这个地方 半年线往下滑有没有 月线季线 月线已经扣抵到接近最低了嘛 他准备要黄金交叉穿越季线 所以这个地方指数会在这个半年线 跟这个季线月线之间来来回回 做一个区间震荡整理嘛 所以这个地方趋势还是走间偏多的嘛 你看今天大盘只有小涨0.67点 成交量991不足嘛 因为封关大家比较保守一些些 不过你看确实他就在这边晃晃的 所以抱对好股票年后绝丰收 我们来特别提醒大家在封关前 尤其是最后三天今天更重要 你要去寻找哪些股票在低档 而且他有量的股票 他今天敢大涨就代表他不怕大家卖 所以年后他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波段主流股 所以你看台北股市今年以来涨幅 你看台北股市他涨2.1% 跟我们最相关的废半年初至今次涨8.59 所以你看他有一个提供一个保护伞 2.1到8.59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美国股市 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下跌 不用担心的 不用担心的 所以你看包含像韩国涨6.97 NASDA 包含像横指 包含像标普500 他涨幅度很大 所以是我们落后于别人 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保护伞 那你买对好的股票 像我们台北股客 3737.5 兼收46 你何须要担心要不要报五过年 当然是报啊 我们一张都不卖 从买进到现在 完全没有卖出过半张 只有拉回翻黑我们就买 翻黑我们就买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法人在干嘛 法人是机器偏多啊 你看1月28号29号 法人的持仓部位 期货 期货杠杆比新货大很多 因命放假 期货的保证金还往上做调高 这个地方你看 大额交易人法人 包含像外资的未平常进度的大 还是持续的在增加 融资在干嘛 融资持续减少 可以讲 不只融资减少 连融券看空的通通都落跑了 所以融资余额创下2008年以来一个波段新低水准 请问股票都已经卖光了 放空的他也跑了 请问这股票到底要倒给谁呢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勇敢的报股过年嘛 所以我们今天在早报里面 还特别提醒大家说 你要勇于跟别人不同 勇于跟别人不同 好 那这个是封关嘛 封关竟然已经封关了嘛 而且竟然是涨嘛 所以上涨区率8成嘛 根据历史统计也对啦 今天小涨 那开红盘上涨区率7成 那重点是红盘日后10天的时间 上涨区率高达90% 而且涨幅很大哦 最近十年的平均涨幅都高达3.2% 所以改分3以上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是非常非常值得 这个金猪年开红盘之后的一个行情 好的那在这边也要预祝各位金猪年愉快 也祝各位财运滚滚来啊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股民当价群组是想要属于HCD5326J 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持续的锁定我们股民当价群组 在金猪年一起发大财 好的那我们就过年后见咯 拜拜